那间回所呢? 一样的道理,如果做你男朋友获得的服务 跟一般的男孩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要做你男朋友? 来,用刚刚的比喻,所有男孩都很希望去高级回所 这是事实,为什么? 因为里面又漂亮又舒服 最重要是因为那间回所会籍也很难拿 如果你成为他们独有的VIP 那还不恨死隔离,只是拿着普通会籍的人吗? 没错,我们男孩就很享受这种拥有绝世其保 其他人无法止染的感觉 如果一间高级会所会籍太容易拿了 而且跟一个VIP会籍的人所享的服务差不多 自自然而然,这间高级会所的身价跌很多 同时都要拿着,觉得拿着VIP会籍的人是傻子 所以说男朋友和男性朋友的待遇,一定要有巨大的差别 否则伤人心者,自己也心伤 希望,你们明白我所说的 但有时我会觉得这些词文 有些地方我会觉得 他所说的意思就是 可能你对男朋友好些 不应该对其他男朋友 其他男性的朋友也是这样 但有时我会觉得 你用什么服务这些字眼就好像 不是太恰当 有时爱这些东西很难说 差不多了 我觉得刺客信条4就很适合我 因为我玩Hitman已经太难玩了 已经玩这些就没什么难度 是吧 痴前说错了 玩Hitman那些我已经觉得 这么难玩的游戏我也是很容易克服 玩这些刺客信条就完全没有难度 是吧 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 痴前是什么下星期 为什么臨尾原场不停说错话 没这件吧 总之我会继续 打倒这些人 好吧 一点都不难玩 Hitman我告诉你 完 完 误会 是 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